中央芭蕾舞团 以及艺术的欣赏的推广 从1954年 第一所我们国家的 北京老学校的正式成立 到今天整个的中国 已经有11个这样的芭蕾舞团 我们非常有我们自己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来自于 就是中国芭蕾的韵味 中国芭蕾城市化中破解 红色娘的军 大红东东高高画 甚至是牡丹亭等等 这样中芭 在近些年来创作和探索 成功的就这样 因为它打破了 甚至说可以说颠覆了 古典芭蕾城市化的这样的 不规定 因为我们的中国观众 我们的审美习惯 是希望跟着人物 跟着节奏 跟着剧情这样一期合成的 把故事讲完了 所以从我们对于戏剧芭蕾 应该说是符合中国观众的 完全打破了这个西方古典芭蕾 它所规定的 就是城市化的要求的 所以你看红色娘的军 它是六场 与序幕 然后中间一场 二场 三场 四场 五场 六场 最后还有一个尾声 向前进 它是根据我们的人文追求 和审美习惯 进行创作的 娘的军 具有中国芭蕾特殊贡献 笔成碑意义的 无论是从形象 到音乐 到舞美 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 芭蕾舞剧 红色娘的军 已经历久彌新 也是瞎于互晓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播放一段视频 我们红色娘子军中的第二幕 五寸刀和操练舞 这一段也是我们红色娘子军中的精华部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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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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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